大家好,我是孫韻喜,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就是列口啟市 講講市先,今天市都英俊,早一段已經高開 曾經很快升二百多點,逼近兩萬四千點的關口 不過其後升幅收窄,一度升不到百點 不過其後到美市又再產上去 下半場越升越有,升到二百六十三點收市 23,995點,成交一千一百四十億,比昨天少了 今天帥哥表現,有幫是既一大功,重磅又升得多 升三百分比,帶動市就上揚 加上部分之前跌得殘的部分,今天都能夠獻著反彈 其中表表仔當然是領展,升成六個百分比,又多 成為市就升二百多點的重要貢獻來源 好了,整個市的形勢,今天的市就再升了 已經去到23,995點,補回昨天節目提到的部分裂口 還差一點點 單體平均線來看,好像都是帥哥 為什麼這樣說呢?昨天提到了 恆生指數已經升穿了五十天線 昨天今日就繼續站在五十天線之上 換言之,連續兩日站在五十天線之上,走勢是不錯的 不如再從其他因素深入再看 大家可能要再對這個聲勢,要謹慎一點點 原因呢?第一方面,從基本因素去看 基本因素方面可以從兩點 第一個就是從美國的示威場面去說 昨天晚上,美股上升,導致上升到九十一點 並未受到示威的影響 但是呢,已經漫漫逐漫逐漫 有些行人出來,說回整個情況 就覺得有些問題 因為畢竟,連日的示威已經超過 美國一百四十個城市出現了示威 以至搶掠的情況 其中四十多個城市更加出現消禁 這樣的情況之下,有大行開始就說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已經令到特朗普的民意支持度下降 這樣的情況之下,你覺得 美股再上升,或者再反彈的難度 就越來越高 你說的是哪間大行呢? 就是瑞銀 瑞銀的說法就是越來越難 反彈 與此同時,花旗也在近排出的報告 說美股的升市嚴重失真 建議投資者,現金持有多一點 就好一點 這樣說 顯然,在示威的情況之下 已經令到美股再進步上升的可能性 大家覺得已經小了 畢竟近排港股上升 很大程度,多得美股上升大動 全球股市做好,港股跟著升 如果美股這個情況 是開始令大家有點憂慮的話 大家要留意,第一個就是 示威的情況,會不會再發酵 會不會現在老老續續見到這麼多情況之下 很多大企業有因應示威情況 有些在營業方面,有些調動 會不會最終影響到盈利 以至大行更加對美股看法有變 大家要留意著 第二個就是疫情 其實疫情跟美國的示威有些關係 原因是 美國今次這麼大規模示威 已經越來越多投資者擔心 這樣出示威法 有很多都沒有戴口罩 小部分有,沒有戴口罩 又緊密接觸 會不會令到疫情再次熱起來 強起來呢 因為美國其實 今次重啟經濟活動的前提 疫情沒有受控的情況之下 其實疫情沒有受控的經濟 現在再這樣繳鋪 疫情沒有受控之下 社交距離沒有嚴格遵守到 會不會出現第二再升溫呢 疫情 已經單是看示威的情況 已經大家憂慮 加上看 亞洲區的情況 可能令大家對疫情的憂慮 再次提起上來 原因是 亞洲區一直都控制得比較好 近來看到 多個地區再次又來過 例如日本 這兩天明年疫情的新確診數字 都是幾個禮拜以來最高 南韓更加是 之前有夜店的群組爆發 現在又有一個教會 又有一個教會群組又爆發 又是 每天幾十鐘上升 比之前控制疫情 明顯又惡化了 這樣的情況 亞洲搞得這麼好 都是出現情況 加上 如果留意香港 更加令大家 憂慮再加一重 因為近來香港又來過 沙田的沿川的綠泉樓 一個又一個 越來越多人感染 而且 專家還說 這個綠泉樓 有超級傳播者 四個單位的居民 受到救援疫苗 超級傳播者 病毒量很高 這樣的情況 更加令 相信 投資者會對疫情 再次 再來過會有些憂慮 特別是美國的情況 所以這個是值得大家擔心 會不會對港股 以至美股 當然 美股受到影響 以至港股都是受累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方面 當然要看一下 今天就講股的情況 先講不同板塊 不同板塊出現現象 值得大家留意的就是 以往是很強勁的新經濟股 今天是 不多 碰當 走勢明顯轉弱了 騰訊雖然仍然有升 但是升幅 是順於預期 看到今天高開之後 就下來 出現了音速 而且音速 在這個浪頂之前 出現了 換言之 雖然它升穿了下降軌 或者下降通道頂 但是突破不了這個高點 只能不能扭轉了 反彈高點 反彈的高點 一落低浪的情況 這個是值得大家留意一下 與此同時 其他的新經濟股 是更加比騰訊 表現差 美團 最近威風到不威風 天天不斷扯上去 進入 所以無阻力 但是看到 今天的升勢 當然沒有升勢 是跌的 跌1.9% 在高位出現了 新懷六甲 就是向淡 高位新懷六甲 這個是一般 馬地 另外阿里巴巴走勢都馬馬地 換言之 幾隻重要的科網股 或者新經濟股 是得騰訊勉強有些升幅 但是整體是向弱 反而 今天的市場 剛才提及 做好的股份 是新的 舊經濟股 以至 之前跌得很殘的股份 剛才已經看過 友邦 升3% 領展 也是這樣 新鴻基 都有不錯的比例 雖然是舊經濟股 跌得很殘 今天1.9% 都是跑贏大師 換言之今天是靠 之前跌得很殘 或者舊經濟股 就頂住 反而 強勢的新經濟股 今天就沒有什麼表現 這個是第二個值得大家注意 第三個值得大家注意 今天的市場雖然升 但是會不會 昨天就升 今天就升 會不會連續兩天都跟 所謂劫淡倉 或撒紅的活動有關 因為 其實上星期尾段 沽空的金額的比例 佔大師比例 是比較高的 上星期 5.20 之前是18 上星期四 比一般來說高的 會不會就是昨天升 就是劫倉 先劫了之前的 沽空比較高的 高比例的證股 接著今天再升 就是順手撒紅 因為紅證 在2萬3千9至2萬4千之間 這就是 1千3張 相等於1千3張旗子的紅 昨天 劫了沽空的那些盤 今天順手撒紅 所以大家要留意這個情況 究竟 是否這樣的情況 或者是否 審慎是重要的 再看 裂口啟示 就是點題四的字 剛才說了幾個因素 大家要審慎一點 但是 是否這樣的狀況 特別是否撒紅 令到這兩天 或者劫沽空 令到市場上升 主要原因 就看看 裂口 是否能夠進一步 得到保護 大家看到 今天有幫 做好 但是 明顯受制於裂口 下跌裂口的底部 都未能夠補回 換言之 裂口的阻力 在 同樣 這個領展 仍然受制於裂口 能否補回裂口 這兩隻股份 就變得比較差 能否補回裂口 一洗颱風 這是市場上升的關鍵 與此同時 恒生指數裂口 亦要關注 昨天提及 裂口 介乎 238 至242 之間 今天補了一半 能否補回 剩下的一半 到242 左右 這個綠色線 就是下跌裂口的頂部 不能補回 就是關鍵的所在 如果補回 就告訴大家 這兩天的上升 可能不單止 結倉那麼簡單 大補不回 可能 大家擔心 剛才之前說的情況 特別是 疫情 以及 示威活動的影響 會不會 持續擴散 影響到廣估 講到這裏 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